今天教師節我們出來喊話 表達我們的老師們的艱辛 是有憑有懼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確的 這就是來自於我國政府的公開資料庫的數據 我國的GDP過去從民國82年到現在110年 28年間有沒有調整 有喔 我們的GDP從人均大概台幣29萬一年 到現在已經達到88萬 如果折算美元大概從1萬美金要升到3萬美金了 GDP成長的幅度達到了198% 我們物價有漲 一樣的當然也有漲 28年間漲了42% 但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談的問題 我們的老師薪水如何漲 大家可以看到像剛剛的李老師 或者我們有非常多廣大在私立學校兼課的老師 超過半數其實將近六成 28年間薪資完全沒有調整 28年前一個小時 終點費575元 到今天還是545元 假如一個助理教授 拿到了國職學位到學校裡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 一個小時沒有調整的裝備下 終點費是630元 剛剛講575元是講師級 然後到國職學位有630元 他如果交滿了10個學分 跟專任教授一樣 交滿10個學分 一個月的薪資也就只有27000元 函暑價對他來講變成無薪價 年薪的狀況只有30餘萬元出頭 28年沒有調整 但我們都看到 我們的物價28年來漲了4成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漲了將近兩倍 那就要講光是看物價一樣的錢 從過去到現在沒有變的情況下面 實際上這個就等於是 薪資大福的遭到實質三減 將近是打擊者 首先一言以鼻之就是 學校沒有把堅任老師當成自己人 不然當成自己人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 這種問題就在大學裡面有 整個台灣社會到處都有 甚至東亞政府裡面也有 比如說把這種派遣人 你不當自己人 他就會說 要求你做工作的時候 就要求全面要高位 可是談到你的權益的時候 他就刻意故事 說你不是我們的人 所以沒有辦法一照一般的狀況辦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教書 第一件事情我們沒有教室長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被當成自己人 第二件事情就是 剛才周平老師也有提到的 我們沒有研究室 甚至連休息室都沒有 有些學校一直一直給一些休息室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大學情報很大 我們兼課到處辦教室 中間10分鐘你要叫我們去哪裡休息 再來就是我們甚至有些人 是沒有辦法跟學校的圖書館借書的 有些學校老師可以頒接書 真的是每個學期萬一 然後你說借研究室跟學生討論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反而是得拜託學生去借研究室 再來一個就是網路的使用上面 我認教的學校最近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要求學生要上網閱讀一些書籍 然後做一些測驗等等之類的 這個學期初才剛跟我們宣導完之後 很多老師上網要去看 結果我們通通進不去 為什麼? 兼任老師在學校網路的使用權限其實很小的 就是說我要家的學生被要求要上限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老師自己進不去 他們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不是基本權限 不是製作 啊老師那我們就把那些書的檔案寄給你好了 還是給我們進去 好 也就是說 光從這裡幾個例子我們就看得出來 目前學校對兼任老師的態度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在跟我說什麼保障學生的教學品質 那真的都是價格